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受到鲤鱼引种杂交的直接影响 黄河的不同之干流水域 都有黄河鲤 也混进了多种杂交鲤鱼 运程地区属于黄河水系 钓舞们时常可以在河流水库当中 见到黄河鲤的踪迹 你连说 这个水域面积感觉还挺大的 但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是 黄河鲤有没有在这个水域里 肯定有 有 你们这么斩钉截铁 你是有钓过吗 有有有 经常钓的 但是这是碰上的 不是就是你特意 要要钓它就能钓得上 就是黄河鲤不是想钓就能钓 是吧 当地的钓友告诉我 要钓到黄河鲤鱼 里运程最近的钓点就是凡村水库 水库位于运程市盐湖区的凡村 水域面积100亩左右 防洪 灌溉 保护着下游的三个村庄 库水期靠引用黄河水来补给 所以水库里会生存不少的黄河鲤鱼 今天你看这个天气又刮风 然后还挺冷的 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鱼情有影响 这个钓位还是选我们经常钓的地方 因为那里耳料投放得多 那经常钓的会是哪几个地方呢 就是往那边走还是 往这边走 这位大哥 那你呢 你是平时的钓位你自己怎么选 这个150 150 150 你看 钓友大哥平时这都还编了号 150 那个是央49 对 但是我就想问就是这个水库的话 它的这个钓位的这个区分 优劣区分会不会特别明显 比如说这个150 就一定比央49可能要好一些 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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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看耳料的投放大小 看耳料的投放大小 是窝子的大小 窝子的大小 凡村水库除了有自然生长的鱼类 水库老板还专门投放了巡鱼 青鱼等巨物 平时都爱开放锤钓 大鱼出没的钓位 每天不断有钓友打窝做钓 从而形成了长久的鱼窝 天气好的时候 一般钓位难求 王哥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水库 你说里面可能会有鲤鱼 可能会有鲫鱼 而且我们今天主要是想钓黄河鲤 这样的鱼种 那我们这个耳杂怎么开呢 这边的鱼情 刚才我转了一圈 看见有钓的有镜鲤 镜鲤 镜鲤和黄河鲤鱼的石是一样的 耳杂是一样的 咱们就主钓鲤鱼 好 都是我看你这用的都是天元的鲤鱼耳杂 鲤鱼的分布范围较广 狐固等自然水域皆有它的踪迹 鲤鱼属杂食性鱼类 昏俗结实 还有一定的季节性 它会随着气温水温的变化 暂时的改变自己的食性 对食物有明显的选择性 黄河鲤鱼是鲤鱼的一个特殊品种 它的食性总体来说 与其他鲤鱼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这个季节和天气的条件下 我们选择偏辛香味的饵料 效果会不错 所以王哥建议用鲤鲤鱼40% 天窝20% 野战幼耳20% 红色风暴20% 那跟水的配比大概是多少 今天的风很大 所以这个水的水的比例要小一些 嗯 水要硬一些 要便于抛肝 那0.8 应该是0.7到0.8吧 让它吸一下水 好 那我们这个今天钓黄河鲤的这个 等它收受水 我们就可以拿让它去钓了 对吧 对对对 黄河鲤鱼也是喜欢栖息在水体的下层 稳穀发达 长宫泥寿石 它又是低等变温动物 体温随水温的变化而变化 无需靠消耗能量以维持恒定的体温 所以摄氏总量并不是特别大 同时鲤鱼与多数的淡水鱼一样 属于无畏鱼种 借长到细短 新陈代谢的速度很快 所以吃得少却吃得勤快